今晨,警方发现有网站发放涉嫌从不法途径获得的警务人员个人资料 包括姓名、住址以及电话号码 案件正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 若有人以不法手段获得个人资料 或在未经资料使用者同意下披露任何个人资料 已经可能干犯刑事罪行 一经定罪,可以被判监禁 除了以上案件,近日网上也有不同侵犯个人私隐的网上欺凌 以及刑事成分的行为 警方再次强烈谴责这类型的行为 并重申,网络科的同事会积极调查每一个个案 必定会跟进到底